阿里山森林鐵路沿途景色優美 紅道登上Google首頁 但卻旅船脫軌 技術問題已經備受爭議 現在又爆出離職潮 因為外傳阿里山森林鐵路營運 可能將由台鐵局移回 林務局部分的公務人員 恐怕變成棄固人員 台鐵局一邊要招考 然後我們這邊不理不理不睬 棄而不顧 就是讓我們人工早就說 怎麼會是這麼無情 福利恐怕縮減突然變成契約公 任誰都無法接受 更何況森林鐵路需要專業的技術人才 但現在回歸林務局 員工變成棄固 外傳234名員工中 已經有10多人離職 檯面下也有不少人蠢蠢欲動 這一些員工本來都是公務人員 那你今天片面的把他 從公務人員改成棄固人員 你要叫這些員工如何更留得住 人才留不住恐怕面臨技術斷層 長遠來看都是損失 加上也傳輸司機休息 未達勞動精準法規定的11個小時 阿里山森林鐵路被報是血汗工廠 林務局會參照台鐵局現有的制度 來訂定管理規章 那絕對不會造成員工的權力受損 林管處緊急出面回應這個章程 還沒有經過行政院的核定 員工序留還是一回林務局尚未定案 會尊重員工們的意見 也保證簽訂棄固人員不會是一年一聘 更不會是派遣工 但從公務人員變成棄固 難免人心惶惶 記者後國文潘英文嘉義報導